大家好,我是查理 歡迎收看跟著查理去旅行 查理現在來到了韓國的仁川國際機場 剛剛一出機場的時候 我覺得超冷的 現在這邊只有6度 然後到了晚上會只剩下一兩度 而且到凌晨甚至會到零下 所以真的超級冷 然後我現在只是想趕快去市區離開這裡 好冷喔 那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仁川機場 機場快線這邊 其實只要跟著指示牌走 就可以走到買票的地方 好,那我們現在準備買票囉 它這個有四個語言 有韓文、英文、簡體中文、日文 所以還蠻方便的 那我們選擇簡體中文 進去哪個 選擇 宏大路口好了 好 做到宏大路口啊 只要4000多W 這邊 4650W 現在啊 首爾這裡只有3度 真的很冷 但是雖然真的很冷 還是阻止不了我對美食的熱情啊 那查理現在要去吃一家 我覺得很好吃的韓式炸雞 因為查理之前來首爾的時候 就是有吃過這一家炸雞 然後我覺得很好吃 所以一來到首爾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立刻去吃這個好吃的韓式炸雞 GO 就是這家啦 走走走 好,查理點的這個炸雞啊 是混合的 他就是有一半啊 是濕的 就是有醬的 然後另外一半就是乾的 比較像原味的那種感覺 好像蠻多的耶 對我來講一個人 然後啊 吃炸雞一定要配啤酒啊 就是爽 現在這裡是哪裡呢 其實這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學校 沒錯 他就是 首爾的 宏義大學 那為什麼我們要來宏義大學這邊呢 因為宏義大學前面他這邊啊 有一個宏大商圈 就是很好逛的一個地方 因為其實大部分人都知道 只要有大學的地方就有商圈 然後像宏大商圈這邊其實還蠻出名的 然後他這邊呢其實 我還蠻推薦的耶 像如果是查理來首爾啊 我會把它寫入必來的景點 因為這邊就是吃的啊 買的啊 什麼都有 然後像很多一些要裝的連鎖店啊 這邊都有 還有連鎖餐廳 宏大這邊也有 所以其實很方便 然後他除了一些店鋪以外 他還有一些小攤販 就是有一點小夜市的感覺 而且這邊都是賣年輕人的東西 所以年輕人一定要來 好啦 查理今天準備要去一些首爾的熱門打卡景點 那我們現在已經坐完了地鐵了 我們現在要去第一個景點了 到底是哪裡呢 去看看就知道啦 好啦 從地鐵的三城站 六號出口出來 走大概三分鐘吧 就是這個MORE啦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去的第一個景點啦 第一家 好 發現景點 前方看起來很像書店的一個東西 好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他看起來真的很像書店 而且他又隱身在一個商場裡面 但是他並不是書店 他就是最近在首爾很紅的星空圖書館 是不是很美 我也覺得真的很美 這大概是查理這輩子 造訪過最美的圖書館 沒有之一 好我們看一下有什麼書 反正真的很多書啦 這裡 然後都是韓文書 所以查理也看不懂 好沒關係 我們就略過閱讀的部分 然後他旁邊有一個座位區 所以就可以拿著你想看的書 在座位區閱讀 他這個圖書館其實是在地下一樓 然後入口是在地下一樓 可是他其實真正的高度 是有兩到三層樓高 所以他這裡面就有一個手扶梯 可以坐到二樓 應該是一樓啦 Sorry 然後他上來以後 其實他的視野比較好 所以我建議大家如果要拍照 可以上來樓上這一層 比較美 好啦 我們來到今天的 第二個首爾打卡熱點 就是這個 他叫做建大貨櫃 為什麼叫做建大貨櫃呢 因為他這一區啊 就是在那個建國大學的附近 然後啊 他後面就是 特色就是啊 有很多個貨櫃組成的 那我們現在進去看一下這裡面吧 這個建大貨櫃也是 是這一兩年 在首爾還滿紅的一個景點 然後 他也是很容易來的一個地方 只要坐到建大路口站 走出來大概三分鐘吧就到了 然後他就在大馬路邊 所以非常的好找 然後啊 這邊真的是一個 非常適合拍照打卡的地方 就是看到一堆人在這邊 狂拍照 好 還是要介紹一下這邊 就是他主要就是用貨櫃 藍色的貨櫃 組成的一個 小的一個區域 然後他這邊就是有餐廳啊 一些小酒吧 還有很多小商店 是還滿特別的啦 就是有一點工業風的感覺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一個小山坡上面 這裡是哪裡呢 這裡就是 梨花洞壁畫村 其實啊 查理剛剛去前面兩個景點的時候 天氣都非常的好 殊不知來到這裡啊 就是 天氣就變很差 然後又開始下雨 所以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現在就是冒著風雨在拍攝了 而且加上它是在一個小山坡上面 所以其實 一下雨就變得非常的冷 好 我們繼續往前 尋找壁畫 好 前面開始出現一些壁畫啦 其實啊 這個 這一帶啊 本來是個住宅區 可是 因為有很多壁畫 所以就吸引了很多遊客來 然後也導致居民覺得 他們的生活被打擾 所以其實 近一兩年啊 有很多壁畫都被洗掉了 所以現在壁畫已經越來越少了 然後查理剛剛到這裡有點失望 因為它這個樓梯啊 本來是有 景裡的壁畫 就是很經典的壁畫 可是 好像已經被洗掉了 所以 就 什麼都沒有 所以 冒著風雨來 然後冷得要死 結果 也沒看到 就還蠻失望的啦 可是 至少 還看到一些其他的壁畫 就還OK啦 所以大家如果要來啊 記得 最好是趕快來 因為這個壁畫村 隨時 會 那些壁畫隨時會消失 好啦 又到了晚上的時間啊 又到了晚上密室的時間啊 那查理現在來到了明洞這邊 準備要去 覓食 其實明洞這邊 還蠻多東西吃的 明洞這邊啊 我想也不用多做介紹了 因為啊 好像一講到首爾 大家就會聯想到明洞 然後啊 這邊其實 應該是整個首爾 最繁榮的一個地方 尤其是到了晚上 就是變得非常的熱鬧 然後啊 我覺得這邊 其實跟西門町還蠻像的 因為他除了兩旁的一些店鋪啊 他中間就有很多小攤販 只是他的攤販啊 除了賣吃的以外 他還有賣一些其他的 像什麼包包啊 鞋子啊 有的沒的 我想啊 明洞應該是整個首爾 最多遊客的地方啊 好啦 現在查理要來吃這個 這隻會動的章魚 這個 他就是剛剛上來的時候啊 他還一直在動 就是 火跳跳 然後 好像 就是 這個有這個 沾醬 沾這個吃 我好像還在動 好我先吃一下 他整個 把我的筷子吸住耶 整個 你看他還在動 好 我現在要來吃一下 他整個生命力很強 你看 超 超吸的 你看他還在動 我現在吃一下 很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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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我先跟他搏鬥一下 如果你來首爾啊 想體驗一下夜生活 那就做到伊太院站這邊 從二號跟三號出口啊 兩旁一出來啊 就都是一堆夜店啊 然後啊 勸大家最好是 大概十二點左右再出來 不然啊 太早來其實沒什麼人 然後 其實我也不知道 明明就很冷 然後還 路上還一堆人 我也搞不懂 好啦 查理現在已經來到聖水站這邊了 那準備要去我們這一次 韓國首爾之旅的最後一個景點啊 就是一個 廢墟 走吧 其實啊 其實啊 只要坐到聖水站這邊 前面啊 綠綠的那邊 就是二號出口啦 然後啊 走出來 大概 兩分鐘吧 然後再左轉 就是我們要去的 廢墟咖啡廳呢 這咖啡廳叫歐聯 然後啊 它是 有一點廢墟加工業風的風格 在聖水站這邊啊 其實它以前是工廠的集散地 所以啊 這一間咖啡廳啊 它的前身其實是一間 金屬零件工廠 然後現在它就保留了以前 一些工業風的感覺 再加上一些廢墟的感覺 然後近幾年呢 就成為了打卡熱點 然後它樓上也有座位 所以也可以上去 進來以後啊 就可以直接先夾自己想要吃的麵包 然後啊 就到旁邊的櫃台 去結帳 還有順便點飲料 然後啊 因為樓下沒有位子 所以查理就 來上面這邊的位子做啦 其實上面的室也蠻好的 然後查理就點了一杯這個 冰拿鐵 還有 可頌 還有這個白白的 不知道叫什麼的 反正這個啊 是這間店最紅的一個 一個麵包 一個甜點 我看每個人都買這個 所以我就跟著買啦 好啦 這一次的首爾之旅 就差不多介紹到這邊啦 查理決定要再去吃一次炸雞 結束這一次的行程 大家記得訂閱查理的YouTube Channel喔 好啦 我們下次的旅程再見吧 掰